这个中英文,尽量还是英文为主 因为你开发学东西,学最新的通通英文的 有中文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很晚了 所以你要看第一手讯息,通常都是从英文 所以呢,我刚给各位介绍那个Android的最新的网站 其实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实际上 你要知道说目前Android的最新讯息 找这里就好了,这里面通通都有 那你看书呢,已经是作者又在看过之后给你的东西 所以其实已经好几手了 那其实有些作者又看别人的东西 所以你其实看这个是最快的 比如说里面的话,你想要知道目前 Android的一个About的Android 你点下去,它就有一个最新的 像一个什么呢,最新的一些什么消息都在这里 那比如说最下面一个Dashbow 这边呢,目前的那个占有率有没有 拿一个版本啊,从第3 1.5 一直到那个最新16有没有 目前呢,它这个是最新的消息 发布的日期是9月4号 够新吧,9月4号现在才9月13吧 对不对 所以一个礼拜前的讯息哦 哪一本书有9月有这么新的,应该没有吧 所以我如果把它印下来 我如果把它上课,我录下已经就是最新的 所以我通常都教最新,一直都还有新的东西 那如果说,有跟着我的课程的学习,应该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我的习惯是,我不会一直都教旧东西 那即便有旧东西,我也把它翻新 比如说版本更新之后,以前叫Java,把Java的东西变Enjoy 那这东西,其实很多书里面,当然就加enjoy,很少会用Java 那我其实,很多学生问我说,到底先学Java好还是先学enjoy 反正学enjoy不就等于学Java,学Java不就等于学 也是之后还是会延伸到学enjoy 所以两者之间都是一样的东西 那你要了解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 两个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一样的地方很多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你要了解之后,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在两个东西做切换 很快就可以做出你要的东西 那这里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 目前占有率最高应该哪一个呢? 反正57%这一个 你会发现2.33%占有率最高 那再来第二名是哪一个?4.03% 也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两极化发展 也就是说现在大半买手机的 要不你用手机的